结合实体虚拟的手游 宝可梦GO周末要在台南 推出今年首次的社群活动 过去每次办活动 几乎都让台南各大景点挤爆 这次活动还没登场 就已经让不少玩家蠢蠢欲动 我会带我女儿去抓附近的景点 因为这一次可能范围比较广 所以应该会比较好抓 其实如果我可能想要 得到不一样颜色的一步的话 或是有不同帽子外观的一步 就要透过这个活动方式去拿到 台南首建的这个坐骑小羊 还有过去只有在美国纽约 看得到的这个爆炸水牛 都会来在2024在台南跟大家见面 欢迎大家来抓宝 官方推出包括爆炸头水牛 瘦联毛衣布等限定版宝可梦 规划30条特色路线 让玩家趋之若鹜 适逢台湾灯会的最后一个周末 让台南饭店几乎满房 不少玩家哀嚎根本定不到住宿 在礼拜五跟礼拜六已经全满了 从二月中过后 陆续就开始有客人在询问 其实从过年期之间到现在 其实台南大大小小的活动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我们在周末的住房率 一直都非常的高 我们周末的住房率都高达九成以上 大级客人大概是有占三成到四成左右 最大宗还是以日韩客人为主 那也有一些欧美来的客人 饭店从过年后就一路旺到三月 餐饮业者也跟着受惠 业者推出季节限定冰品 草莓在盘子上堆了好几成 观用看的就觉得视觉震撼 业者透露已经接到不少玩家 电话询问营业状况 刚好这礼拜是台湾灯位的闭幕展 所以到处都涌入人潮 很多游客还是一些我们的客人 提前一两周就问说 这礼拜六日有没有开店 宝可梦盛事将在台南登场 也为地方观光创造无线商机 明示新闻正博辉林俊明 台南报导